卫士航医师在脸书粉丝专页分享了一位个案的经历 这名30多岁的女性因体重和体态问题 以及长期慢性疲劳前来就诊 经过一系列检查后 卫医师发现她体内的尿液代谢物偏高 这可能是由于B群维生素不足所致 进而影响养分代谢 导致她持续感到疲倦 此外 检查结果显示 这名女性有明显的胰岛素阻抗问题 而她的日常饮食主要以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为主 为医师解释 过量摄取碳水化合物会消耗更多的B群维生素 因此 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对她的病情至关重要 卫士航医师表示 患者经常询问需要补充营养品多久 但她认为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营养素不足 而是与不平衡的饮食和生活作息有关 因此 除了补充营养品外 还需要找出并改善饮食和生活习惯 这样才能真正缓解症状 不仅仅是营养品外 不仅仅是营养品外